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itin.com为大家提供的Nodejs系列教程 我是朱家老师大地 这一节我们主要给大家讲解一下这个猫钩DB的索引 以及这个Expline命令来分析我们这个Circle语句的一个执行时间 首先我们看一下什么是这个索引啊 索引是对数据库表中一列或者多列的值进行排序的一种结构啊 可以让我们查询数据库啊 也就是查询我们这个数据变得更快 那猫钩DB的索引的话 几乎和我们传统的这个关系型数据库是一模一样的啊 那下面的话我们就在这个不借索引的情况下 我们给大家查询一把数据啊 给大家看一下就是我们没有索引的情况 它这个执行时间 以及我们回头通过这几行命令 我们创建一个索引以后 我们再看一下我们这个数据的一个查询时间 行那这里边的话 那我这里边连接一个远程的机器给大家试一下啊 这里边你看一下 我通过猫钩命令啊猫钩命令来连接一个远程的一个猫钩DB的服务器啊 连接上以后 那这时候我给大家看一下 售一个DBS 我们看有哪些数据库啊 有这么多数据库 那我use一下it啊 it里边有一张表叫啊 user表啊 里边有大概有600多万条数据啊 600多万条数据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就是600多万条数据 它在设置索引和不设置索引的时候的一个查询的一个速度啊 以及查询的一个时间 行你看一下我db.user.find.co.ca 查看他走一下啊 你发现是不是有630万条数据啊 各十百千万万十万百万630万条数据啊 行 那下边的话 我们就给大家也试一下 首先我们看这里边的数据啊 db.user.find.limit limit一个一啊 我们看一下这个数据结构啊 然后有这么多数据 有这么多数据以后 那我们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有哪些损影 当然这里边这个数据表里边啊 就这个user这个集合 也叫user表里边 我已经给他设置了几个索引啊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比如说db 怎么看索引呢 就是通过第二个命令啊 就db.user.getldxes 那这样就可能看到我们这里边有哪些索引 你看一下啊 就是设置索引的话 我们是给这个 给这个列去设置的啊 为啥呢 因为你查询的时候 你比如说你根据那某次段来查询 那之后他命中这个索引以后 他的查询速度就非常快 你看一下 我这里边给谁设置的索引呢 给我们这个内蒙字段 还有谁呢 还有这个 Scar Scar字段设置索引了 你首先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就是我们设置索引的情况下 他查询那个时间 或者我们首先把这个索引删除掉 怎么删呢 就通过db.集合名称 user.diop drop这个index index里边写上我们这个索引名称 比如我叫内蒙字段 对吧 内蒙我里边写个1 走 那这样他就删除这个索引 那我们再get index 你发现我这个内蒙字段是不是就把这个索引给删除掉了 那删除掉以后 那下面的话 我们给大家查询一把 分析一下这个执行时间 就是db.比如说user.find 你看我随便找一个数据 比如找一个内蒙 等于上呢 等于一个张三 等于张三 一对吧 等于一个张三 一 走一下 你看一下 他大概得执行个两三秒钟时间 但是这个时间我们这样是不是看不出来 你发现刚才等了会儿是不是出来这条数据了 我这里边这个数据 这六 六百万条数据是怎么生成的呢 我给大家简单演示一下 就是直接通过 你看我直接比如db.一个 t 就是我直接通过一个货行画 你看一下 就是我们给大家也试一下怎么生成 vr i等于零 i小于比如说一把 然后i++对吧 我生成一个 生成一个什么呢 生成一个表叫什么呢 db. 我们叫什么表啊 我看一下这里边有什么表 比如我叫一个 shop shop表.insert insert shop里边的话有标题啊 有title title 我这里边怎么写呢 我就让这里边的 比如说叫 s shop 加上这个 i 那这样 我们再回车 再写上这个画块 走一下 暴错了 对吧 暴错是因为我们insert的时候 这里边忘记写啥呢 是不是忘记写一个 括号了 对吧 忘记写块了 行 再走一下 你看一下啊 那这样他就把这100条数据插入到了我们这个shop这个集合啊 你给我db.shop shop sop 一个 fi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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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cou nt cou nt cart 走 你发现这个shop表里边是不是有一百条数据啊 我db.shop fide 你看一下我们点limit一个 10 走一下啊 是不是shop表里边的数据就拿到了 就是这样 我通过一个foot循环把它循环出来的 一定要注意这里边你印刷是语句还是以前的语句啊 行那我们下边再继续 那下边的话啊 刚才我们查了一把谁呢 查了一把这个 呃 这个内蒙等于张421你发现这个查询起来是比较慢的啊 那下边我们看一下这个语句的执行时间 怎么看这个语句的执行时间呢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刚才给大家说的这个explan这个命令啊 你看一下怎么用用法的话就这样啊 你直接在我们查询句后边加个explan 然后把这个东西加过去 就是executation这个states对吧 那这样的话他就能查询出我们这个语句的执行时间 你看一下我把这个直接先复制一下啊 给大家复制一下 复制一下我在这里边啊 同样的语句在这儿对吧 我把它拿过去 拿过去这里边一定要点啊 加点啊 那我们走一下 走一下以后他就会分析我们这个circle语句的执行时间 你看一下是不是分析出来了 然后这里边有什么呢 有个执行的一个毫秒数对吧 是不是2914毫秒 也就是2.9秒对吧 这就是我们在不设置所应啊 就是刚才这个name字段是没有所应的 你看一下啊 怎么看有没有所应呢 就通过我们db 就是刚才给大家看到db.user.getindex 你发现这里边是没有我这个name字段啊 那下面的话我们给他设置这个所应啊 我先给他查现查询一下db.user.by.user.by的啊 点limit一个1 你看一下啊 就是我们这就是我们这个数据库啊 表这个user表也叫集合里边的这些啊 这些数据对吧 那刚才的话我们查询这个name字段 他其实啊 他其实这里边有所应吗 没有所应啊 我们有个scar所应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id这个所应啊 我们看这个k 然后这个name没有给他设置所应 那现在的话啊 我给他设置一个所应 我们看一下执行时间是多少啊 他刚才没有设置的时候 执行时间是被一个 加近三秒钟啊 那我们看设置以后执行时间多少啊 那怎么设置所应呢 我们就通过那db.user.ensure 然后index 比如我们要设置刚才这个name 那我们就name加上去 然后这里边写个1 行 那这时候的话稍等一下 我们就给这个name字段设置的所应 我们稍等一会啊 因为他这个数据比较多啊 所以他这个需要别例所有的数据 然后给每一个数据设置所应 行 那设置完成了 设置以后 我们在db.user.get一个indindindex indsex 行 那这下就能看到我们刚才设置的所应啊 是不是我们这里边又多了个name啊 多了name所应 那之后的话 大家再看一下啊 再看一下我们谁呢 再看一下我们刚才查询这条语句的一个知性实际啊 我们在db.user.file 我们再随便拿一个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查一个还是name name我们这里边也是随便写啊 比如说张三一个啊 234对吧 那这时候我们再点一个啊 expran 那我把这个拿过来啊 回来 expran 拿过来 拿过来以后 那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这时候 他这个 查询的一个时间是多少啊 走一下 你发现这时候的话 他很快就出来了 然后他这边告诉我们 这个在哪呢 在上面啊 查询的一个时间是吧 一秒钟一个时间啊 但是你随便查啊 就是只要查询我们这个name字段 因为name字段 它是不是设置了所应 它就能命中我们这个所应 能命中所应的话 那他相当于他这个查询速度就非常快了 就相当于我们以前有好多数据 对吧 那现在的话 我们要查询哪个 我就直接去找了 就这么个意思啊 那行 你看一下 这里边这个数据是吧 非常非常快 查询数据啊 这里边它是零秒 对吧 就是我们查询数据的话 几乎就接近于这个零秒 这就是这个设置所应的一个好处啊 你发现我们这个查询速度非常快 行 那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啊 刚才的话 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个设置所应 获取当期的所应 以及删除所应 比如说你看 我们再把这个所应再删掉啊 刚才是不是我们db. 获取所应叫user.getindxes 对吧 获取所应 那这样是不是就获取到这个所应了 比如说我们再把这个内幕再删掉啊 再删掉 我们再试一下 是不是我们db.user.叫dopdropindex 对吧 dropindex删掉水呢 删除我们这个内幕 然后这里边是一走 那这样这个所应就删除成功了 删除成功 你再看一下同样的查询语句啊 你再看一下这个执行时间 同志们 那你看一下 那这时候的话 它是不是又是我们这个将近2.8秒的一个时间啊 当然你也可以再给它设置所应 设置所应 是不是就是我们直接怎么设置呢 就是insure index 再设置一下所应 那数据量比较多的话 你发现啊 这个设置所应是非常非常慢的 那我们稍等一会儿啊 行 设置成功 设置成功 那我们还是同样的语句 我们再来一下 你发现这时候这个执行速度是不是非常非常快啊 非常非常快 两毫秒 对吧 两毫秒 是我们以前这个执行速度的将近几千倍啊 这就是就是查询速度的一个几千倍 这就是我们这个设置所应 然后还有那 还有获取单线所应 以及删除所应啊 行 那下面的话 我们再查询个字段啊 比如说这里边 我们再同意来一下 我cls cls 然后我还是db.user.wide.limlimit一个1 行 那我们还是这个啊 那下面的话 比如说我要查询用name和谁呢 和这个price 对吧 虽然你name字段设置了所应 但是price什么 没有设置所应啊 你看一下 比如我要查 name等于 name等于一个 或者我再来一条 name等于 name等于这个张三1 然后price等于3 那怎么查呢 是不是db.user 我直接把上面的语句拿过来 直接db.user.wide 什么name等于谁呢 等于张三是不是1啊 我们去查这条语句 那这个是不是非常快 你看一下啊 非常快 它几乎就是 相当于我们这个 就是0秒 几乎就是0秒秒差 对吧 然后下面的话 那么我们再看下 刚才price等于几呢 是不是等于我们这个3啊 name等于1 你再看一下上面这条数据啊 price等于3对吧 那我们两个字段联合查询 那这是我们再看一下 name等于1 然后 然后这里边price price等于3 price等于3 走一下 那这时候 它是不是也命中所应了 我们看一下啊 有没有命中所应 因为我们这个字段是唯一的啊 所以它这时候 这个速度应该也很快啊 我们看一下这里边执行时间 是不是也将近给0秒啊 然后这里边 它命中了哪些所应呢 你看一下啊 这里边 它就命中了那么所应 因为它这个 可能是唯一的 你看一下 如果这里边啊 我直接查询price等于3 那我们看一下 再 再看一下这个执行时间啊 你发现这时候 它是不是就非常慢了 这时候它是不是就非常慢 这时候执行时间多少 看一下 是不是将近三秒钟一个时间 但是我们这个数据是因为啥呢 是因为我们这个 刚才查询的这条数据啊 name等于这个 name等于这个 jones 21和price等于3 这条数据是唯一的啊 比如说现在的话 我们再给它插入几条数据啊 你看一下 插入几条数据 比如name等于 jones 21price 我再给它呃 再给它等于其他的啊 比如说我db.user.insert insert 然后 insert一下 重新来一下啊 重新来一下 db.user.insert insert 然后我们这里边的话 我这个name name name还是等于张3 1对吧 张421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这里边再写个啊 这个name等于张321 我这时候来个price price price 等于呃等于一个 等于一个比如说100啊100 但这也是两条数据啊 这个也快 因为他首先找到张421 你这个price 它就是一个唯一啊 那我们再来一条比如说 等于啊1001啊 然后再来一条等于1004 对吧 其实呢 这是我们再看一下刚才这条语句啊 就是我们要查询两个字段 对吧 price 等于3 走一下 你发现还是非常快啊 还是非常快 因为他这时候已经命中索引了啊 非 所以他这个查询的时间是非常快的 我们给大家讲这个是啥意思呢啊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删除掉吧 把这个索引再删除掉 把那么这个索引再删除掉 我是不是在db.dop dop dop index 把这个内蒙删除掉啊 db.user 要注意 user 叫dop index 然后我们把这个删除掉啊 删除我们这个 嗯 那你啊 我再把它删除掉 我想刚才给大家也是啥功能呢 就是我想给大家也是这个联合索引啊 就是有时候的话 我们查询这个数据对吧 查询这个数据 我们需要查询多个字段 因为你像我们刚才的price 它是不是这个 就是那么等于张421 它这个price就等于4条 对吧 所以它找到内蒙等于张321 它相当于就是找4条数据 是不是就能找到我们这个price不一样的东西啊 所以是非常快的啊 但是如果我们有时候这里边有大量的重复数据 比如内蒙和这个price 它里边有好多重复数据 我们要找到这两个唯一的一条数据的时候 那这时候我们就用到谁呢 就用到我们下面给大家说的联合索引啊 叫复合索引对吧 就是我们可以给两个字段联合设这个索引 那你看一下 比如我们内蒙和这个price 我们给它设这个索引 你看刚才是呃现在相当于多少呢 是吧 呃 雅切907毫米相当于3秒钟对吧 你看一下我这时候我可以设这个联合索引 叫复合索引对吧 就db.user.ens s u r e insure这个index 然后这里边我们设置一个我们叫内蒙对吧 内蒙这里边一啊 一和负一都行啊 一表示呢 一表示这个就是这个他这个user name的戒指按照 按照这个所有声序啊 负一表示价序啊 比如说我们还有谁哪个字呢 还有这个呃刚才叫什么刚才我们叫这个price对吧price price 比如负一对吧 那这样我们就创建了联合索引啊 稍等一下 现在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那这时候这个所以应该就创建成功 你看我们再执行一下这个语句 看多长时间 那这时候你发现这个是不是又非常快了 相当于就是又多长时间 是不是一毫秒时间 那你看一下我们这时候有哪些所应啊 我叫db.r这个user.getindxes 先走一下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有哪些所应啊 啊 他这里连接失败啊 可能因为我刚才才计算机睡着了 来我们再重新来一下 找一下啊 你发现这里边是不是就是 呃又多了个所应啊 这里边你看一下 他的k是谁啊 是不是name和price的一个复合所应啊 啊 这就是我想给大家讲这个意思啊 就是你这时候你如果两个字段 用这两个字段来查的时候 那他相当于啊 就是这两个字段 他单独给他设置了所应 那这时候他查起来是非常非常快的 当然要注意啊 就你这里比较设置什么呢 比如我们给这个啊 name和price是这个复合所应 复合所应里边往这个price能不能命中啊 走一下走 你发现这时候这个price是不是就非常非常慢了 你看一下啊 是不是他这时候又执行了这个2930毫秒啊 如果你要单独经常单独查询这个price 你这时候又要给他设置这个所应啊 啥意思呢 那就是你如果经常用我们这个name和这个age或者是我们这里边的name和price查询的话啊 那你给我们设置这个复合所应对吧 但是如果有时候的话啊 你这个呃 你这个既用谁呢 既用name和price啊 又用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既有啊 来我再给大家来一下 既用name和price又用name那你就可以直接这样设置所应也行 但是如果你这个price啊 你price放到后边了 你如果经常用price查询的时候 那你这时候是不是又要给price来设置所应啊 不设置的情况你发现啊 这样是不是非常慢啊 我们再给大家来一下 你看啊 那这时候的话 它这个查询速度是非常非常慢的 是不是将近一个 一个多少段时间呢 是不是将近一个三秒 因为这里边是不是没有命中这个所应啊 没有命中我们这个所应啊 那行 那你看一下 它这里边就表示没有命中所应 那这时候我们想 那用这个price查询变得很快 那这时候是不是要给这个price设置所应啊 那怎么说啊 是不是db.iuser.priceprice db.user.insure insure这个index对吧 index 然后这时候的话 我们给谁设置呢 给这个priceprice 设置个一 那走 走一下的话 哎 又稍微可能有点慢啊 又得几秒钟时间 行 试试成功 试试成功以后 我们再查询一下这个语句啊 就db.fi的price 我们再看一下 你发现是不是又是非常快的啊 又是非常快啊 这里边是六百万多条数据啊 将近六百万条数据 你看一下啊 六百多万条数据 回头大家有兴趣的话 回头大家可以整个一亿条数据来试一下啊 cou cou 可以整个一条数据来试一下啊 行 这就是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就是创建索引 获取索引 以及删除索引啊 但是你如如如 如论是复合索引 还是我们这个简单的索引 都可以用我们 呃 这个命令来删除 比如说我们刚才是不是有个复合索引 你看一下啊 我在db.user 啊 集合名称点get indx 对吧 来获取一下 获取以后是不是这里边有集合 东西啊 就是我们这个呃 复合 对吧 那你要删除这个怎么删呢 那我们一样的db. 是不是user.drop indx indx 然后这里边把我们这个呃 是不是有个内幕内幕正序 对吧 还有一个呃 叫什么呢 还有一个叫 一个price price 不移 给他删掉 对吧 删掉以后 那你看一下这个k里边有没有内蒙和price 来走一下 走一下删除成功删除成功 再get index 啊 是不是我们刚才那个索引就删除成功了 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个呃 复合索引啊 复合复合 所以行 那这里边的话还有一个唯一索引啊 唯一索引啊 唯一索引 行 那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唯一索引啊 唯一索引是个啥意思呢 就是你只要给他是这个唯一索引 那这时候的话 你这个呃 你这个字段就不能重复了啊 比如说我们这里边 我再看一下 是我一个呃 Corectr1 collections啊 我看有哪些字段 然后我看一下有没有这个db.txt.fide 我看这里边有没有数据啊 啊 是不是有这么几条数据 你看一下啊 那这里边我把啊 这个数据都删掉啊 我db.txt.remov e remove 条件是空 啊 remov 没有r 走一下 那这样是不是删掉数据都删掉了 删掉以后 我给这个test里边 db.txt inse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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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条数据啊 insert 我们就叫 user id 比如说等于一个5啊 仔细看 行 insert 一条数据 user id 等于5 那下边的话 我给这个user id 设置个唯一 所以你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设置普通 所以你看啊 我这个db.txt.remov sure indx 那这样我们给他设置个普通 所以是不是直接就是user id user id 然后1 那这样是不是就设置这条 所以你看啊 我db.txt.get indx indx 行 db.txt 写错了啊 test 好 那这样是不是获取了 获取了这个 就是我们这个表 test表的缩印啊 是不是有个user id 对吧 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 我在这里边再插入一条数据 是不是又插入一条数据 又插入一条数据 然后db.txt.fide test.fide 你发现是不是三条数据可以一样 对吧 但是你再看一下 我把这个数据全部都删掉 我把这个 所以也删掉 所以是把db.dop db.txt. dropindx yes 把它都删掉啊 dropindx 谁呢 我们这里边是不是叫 这个use user id 对吧 我把这个锁印给它删掉啊 删掉 删掉以后 报错了 对吧 为啥会报错呢 为啥会报错呢 我们看一下啊 在db.t 谁呢 getindx 对吧 获取了锁印 叫use user id 对吧 那你再看一下 我们db.i db.dropindx 对吧 db.tst 然后我重新来一下 售一个corectl collections啊 这写着写着啊 db.tst.drop indx 然后删除水呢 删除我们这个啊 这个 us user id 然后一个1到 你get啊 这是我要注意啊 你删除的时候 没有es啊 我们获取的时候 你看 获取的时候 是吧 get这个index es 有这个东西啊 那这样是不是就删掉了 你删除的时候 我们直接装部index就可以删除啊 那这样这个所有人是不是删除掉了 那删除以后 我们给大家再查一群啊 db.user 叫坏的啊 坏的啊 db.tst 啊 tst 叫坏的 坏的一下 那我们再看一下啊 那这里边有三条数据 那我把这三条数据都删掉啊 db.user.imov remove啊 remove都删掉 删掉以后 那我们下面再插入一条数据啊 啊 我这个数据库又挂了啊 稍等一下 哎呦里上了啊 啊 我首先的话 u子谁呢 u子 我这个it 影啊 重新来一下 i 我再db.test.fide走一下啊 u子 啊 it影啊 u子错了 然后db.test.fide 行 找到这三条数据啊 我再db.test.tst db.test.fide t.fide 是不是有条数据啊 那这是我们给大家 这是唯一所应啊 怎么设置唯一呢 就db.test.ensure insure 这个indx 然后这里边的话 我们啊 试制是谁 是不是这个u子 id啊 然后还是1 然后第二个参数的话 那我们写个什么呢 我们写个unique 对吧 u n i q o e 然后这里边写个处啊 那就表示我们这个userid是个唯一所应对吧 唯一所以你这时候你再db.i db.test.get ndx 啊 es 对吧 getindex要加es啊 走一下 是不是就找到了我们这里边的这个唯一的一个所应叫uid啊 那这时候你再看一下 当时吗 你看 我刚才这个uid是5对吧 你再看 我再插入一条5 他是不是给我报错了啊 你再db.user.fide db.test 一下就说成user了 你发现这时候是没插入成功啊 就是他这个唯一所应啥意思 就你这个值必须是唯一的 如果不唯一是不是就报错了 但是你看一下 如果我这时候我插入一个6啊 6 抖一下是不是就成功了 但是你再插入的时候是不是又爆错了 这就是这个唯一所应的一个意思啊 唯一所应 就是你这个值只能是唯一的啊 这就是我们给大家讲这个所应啊 讲这个所应 当然这里边的话你还可以试一下啊 就是我们可以让这个 这里边还有参数 我们可以让这个执行这个所应运行在后台啊 就比如说我们刚才执行了一个所应对吧 他运行时期好长 那我们可以在后边加个background处啊 当然这个一般也用不着啊 一般也用不着 当然有可能会用着啊 那这一件的话我们主要给大家讲了什么呢 主要就讲了我们这个所应啊 创建删除啊 获取这个所应 以及我们这里边讲了个复合所应 以及唯一所应啊 唯一所应 然后在在讲这个所应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用行了这个 给大家加页了这个explain 这个命令的一个使用 explain 然后直接这样的话 它是没法看时间的 你要看时间 你要注意 在我们这里边加我们这么句话啊 加这么多就explain 加我们这么多东西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这个查询语的一个执行时间啊 行 那这样我们就讲到这里